欢迎回来马上将进行的是 锦拿巴侠对阵北京微博的第四局对决了 那上一局比赛我们看到了乔西 他的闪现马可再现无杀 是啊 感觉现在北京微博的被动 已经有触发的迹象了呀 那锦拿巴侠 其实他们这一局依然是在点局啊 是 阿古多马超体系应该还是会 搬一个在搬位上 阿古多还是会搬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敢放给北京微博的 对 包括他们在蓝色方 阿古多马超也不是他们的战力体系 然后除了阿古多马超之外呢 现在北京微博还要考虑的 就是鲁班大师放在搬位上 然后当然了他们现在手里 还有像吕布呀 纳可露露这一类的阵容 他们倒是不害怕打大桥体系 哎呦 不过还是把大桥搬掉了 嗯 搬了 一问为主嘛 然后这里继续针对了暖阳的野河英雄 因为刚才的评论席的老师们都提到了 暖阳现在还有一个露娜没有用 然后纳可露露也是他出场比较多的英雄 嗯 纳可露露也搬掉了 那蓝眼白鸟放出了郭森梨 让蓝色方的吕布霞可以先抢 是 而这里拿了一手盾山 即使说吕南阿拉伯霞能够拿出 这里一个弹弓的组合 盾山是能够完美counter的 所以这把鲁班大师是真的不太好出呀 先放到后面 把赵云和周瑜先拿出来 对 这把赵云拿出来之后 已经摆明了态度到中期 继续去放小叶去打边带 他们还是要以边线运营来作为这把的主线 然后同时这里拿到一个周瑜呢 除了中线权之外 还有一点是打盾山和关羽都是比较好打的 嗯 打盾山也好使 因为你原地加大的话动不了 会一直吃火的伤害 是 然后这里北京微博 他们拿到了云英加关羽的这套双战士的体系 目的很明确 以战养战 所以他们这把适合在接下来射手 再补一个中前期有对线强度的英雄 看一下后续的班位 北京微博士选择搬掉泰尼真人免得 公孙林这套路太强势 有泰尼的被动加持 公孙林的伤害起来太快了 对 而且这里泰尼真人 你真的要跟公孙林打组合的话 甚至有可能前期就让花云换到中线 让他去滚对抗 去滚一个花云路的经济优势 嗯 再看一下济南不霞的选择呢 后面位置 因为北京微博射手还没出 而且乔西确实上一局发挥的太好了 后面的班位已经给到了射手上面了 李源芳搬了 是 这里李源芳搬掉了 如果说去打这种中期的一个对抗性的话 孙上香还在外边 这把可以吃 这把乔西可以出一个孙上香 然后出孙上香之外 在中路这里也可以拿一个 让花卷拿到一个抢线比较猛的英雄吧 因为现在花卷他还有一个营正在外面 只有营正能够动起来 你才能够让自己家的双战 能够保证团战中不断地去压你对面 锦拿阿普霞的位置 北京微博最后是搬掉了孙并 而锦拿阿普霞搬掉加罗 是 确实有出加罗的迹象 因为北京微博这一套的话 很像前面三个很像保镖 其实顿山也是能当保镖的 你看人如果说突进去的话 关键的大也能把人推开 云云这边也能去防守保护射手嘛 没错 而且这里加罗你假如真的出现的话 你好打周鱼之类的 对 那所以现在确实对于北京微博来说 现在孙上香是一个射手里面的最优选了 是 也许孙上香除了他的一个中期的爆发伤害之外 还有点他不太怕赵云啊 赵云你大招想切进去 我孙上香一个反滚我能躲掉 我至少生存能力会保证一些 对 逃战力了 不弃 苏烈 其实在他回归赛场之后 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印象比较深是在之前打厦门VG的时候 前期苏烈两次一推三 节奏全部盘活了 这战力必须得掏啊 现在不掏 你要等到决胜局再掏吗 对吧 现在北京微博他们的状态已经找回来 上运局打完 这个气势十足啊 已经觉醒了 对 所以他们这套阵容 还是围绕着小叶去做一个四一的一个布局了 拿到联波加上苏烈 来保证自己正面的一个正面先手开团能力 拼了 对 江子牙拿出来了 是 这把拿江子牙 其实更多是具备一个保护的属性 尤其这里联波加上苏烈 他们出现在正面战场上 江子牙去挂一个减抗 能够削弱到你阿德加他们前期打团的决心 还有一点就是 有了江子牙的一个爆发伤害之后 他是比较好在团战中去限制你公孙黎的状态 对的 就是这手江子牙拿出来是挺绝妙的 一个就像月月说到的 就是配合孙上香的二技能 他其实是一个双减抗 是 然后再加上打团战里面去找公孙黎的位置 如果说一个大招能够把公孙黎的血线压低 那么让几道牙在团战里面输出就是大受限制了 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大门匠的阵容吧 对 几大门匠这个阵容 其实现在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把他们会不会去打一个换路了 因为基本上前期公孙黎你去和孙上香硬碰硬的话 不会占到特别大的便宜 而这里如果能把公孙黎去挂中让周瑜去下落的话 那你前期孙上香的对线是一定不舒服的 是的 然后再就是这局我们要看到小叶的这个赵云 他大招能不能给到乔西压力 乔西这局有一技能又有进化 其实自保能力是绝对有的 但看小叶他的一个大招怎么样了 也是有机会的吗 要看操作 所以这把压力其实已经慢慢的转移到了几拿 几拿不较这边 是的 这一局虽然是几拿不较的赛典局 但是北京卫博已经觉醒了 第四局的较量 最后究竟是几拿不较拿到第三阶段的首分 还是北京卫博把局面拖到一个决胜局 让我们拭目以待 马上进入到双方第四局的对决 大家好我是本场解说 几七 大家好我是月月 开局就看一下 阿德不较他们的一个分线选择了 还是比较正常的让周瑜去对到一个江子牙 而这里 乔西的孙上香 他是选择提前来到了中线 五个人抱中刚刚 是而且看样子星宇他这里是随时做好了二闪去提前打一个集火的准备 怎么走之前再回手提到五星身上 看看福气看到了北京卫博暖阳这边是一个蓝拔开看一下要不要骚扰算了 是因为这里 对暖阳这里他也是选择了后城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把五星他拿的是一个周瑜嘛周瑜抢线肯定会快一点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 先交城的话肯定看到你没城就要进野区了 在第二波中线交汇的时候 无星可以提前的把线清掉 那这个时候无星他可以选择去往上溜边 下路位置苏裂过来 看一下星宇被打成了半血 是 乔西在一个强化普攻点到不切身上下路对线没有什么问题 关羽的话也不会跟小宋的连波就进行对线 线批完了之后就往中转看一看一个机会 这里现在北京微博就一个想法能尽快的让子墨关羽到达四级 到四赶紧就出来做事情了 对 所以现在阿德侠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在中转上的过程当中去 卡一下关羽的一个吃线 来了小叶已经上去了 先把小宋的连波到四级然后继续压进看到关羽还没四 对这边站位压得非常靠前怎么说这个尊严是我的 砍下血包我一定得吃 1分43秒就是到四线啊 而且这里无星的周遇是在往上半途转 其实阿珠侠前期的一个意图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里子墨还是正常到四了 那这个时候连波他要玩了命的去抢下一波上线之后 远处法阵去往暴君坑来传 因为从目前这个节点的话双方射手也到四是有可能会在暴君坑展开摩擦的 然后 中路无星中线抢完之后还是继续往上转给关羽压力 不让关羽跑起来啊 花卷也来了 就完全的让子墨的关羽住在上线 而在另一侧因为公孙黎前期的对线强度还是在的嘛 所以公孙黎在稳住对线的情况下可以让 苏烈这个点去帮队友找进攻视野 子墨绕出来了来中路想要做事情 二闪 飞到了之后又被鱼英一技能给挑起来 配合花卷的灼烧效果完成击杀 花云回散 不过这里苏烈的位置是走不掉了 这里花云 现在想救也救不了 追击 不信说我这待遇实在是有点太好了 没办法 看下解说实时预测啊 英凯老王潇洒 支持的是北京微博英凯说熟悉了月光试试看好 姐妹侠的阵容 有那味了是吧 有点慌 上一局是陌生 然后呢突然就熟悉了 这局熟悉 可别突然一下又反转啊 其实目前的节奏来看还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通过刚才的这一轮中路的对抗嘛 现在北京微博他们的转线是能转起来的 尤其在边塔掉了之后 这里 子墨的边塔是先掉的 但是他现在可以提前藏视野用来去 给一些野区威胁了 新宇在杯打一套 不切身上半血 结果比较担心的是 英凯这个独带属性啊 其实我感觉不太慌 还好是吧 对 还是刚才没说完的话题嘛 子墨现在开始藏视野去给阿拉伯俠野区压力 边线这里可以交给暖阳去补 现在已经进入到以战养战的模式了 来再杯 但是关于子墨已经开始绕后了 是 子墨想着玩家都踩到 刚才一个大招也是拨到了小宋的位置 下路位置 子墨再来 但没有开启 节奏 这个人头虽然说没有底下 冰屑倒是压过去了 同时小叶的赵云在打主宰呀 先生主宰被控下来了 刚才这里子墨是把自己的大招给打掉了 而这个时候子墨他只要不被济南阿拉伯俠找到 就阿拉伯俠他们所有人的视野都是 他们的位置是不敢不敢探过河道的 包括你在对线的时候也不会压得特别深 这就让现在的视野控制上让微博拿到了主动权 是的 现在微博是 又抢到这条先生主宰 所以接下来兵线方面的话也会有一些小优 是 那下一个节奏点就是看北京微博能不能迅速把下塔推掉 让这里 原地扎 是 联坡这里已经负责去卡位置了暖阳这里提前交自己的大招 这里子墨的关于马上赶过来花甲做好大闪 命中 而这个时候再次利用一段枪一刷盾暖阳这里二技能再回封枪位移走掉 我能感受那一刻小叶的绝望 左边是导原百斩正面又是姬姬姬的大闪 这是插翅难飞呀 是啊 因为当时小叶的后撤只有撤回到终于塔那一条路线 全部被封死掉了 北京微博这局感觉打得非常有睡心呀 是 很凶 这里就是暖阳提前 卡中车草子蹲到了小叶的位置 小叶想着我身边有队友吗 但是这里暖阳也不怕因为他手里是捏着一个大招的 他捏着一个大招有霸体的效果所以这里即使连坡所有的技能全交 好 那这里云英他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没错 那刚刚看到北京微博 上济南阿布夏是希望通过下半途主打对线优势 上半途主打对关羽的针对 通过这两个点去扼杀一下北京微博他们的一个抱团节奏 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是从中路那一波调节奏开始 然后北京微博这里 关羽能跑出来了 动起来了 对然后这里其实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让江杂给到下半途 一些支援 所以按照目前的节奏打下去那很可能就是北京微博他们 会围绕着孙上香的一个下半途让他去打一个揍人吃钱 是的那么因网络环境波动游戏暂停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请稍事等待 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得出来 几拿不侠拿的这套阵容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在中期做事情终结到比赛 那这种还是非常稳 但是我们看到从状态上来看的话 北京微博这局又是很早的就出来做事情了 就完全不想和几拿不侠拖的意思 对的 然后再加上刚才一直是提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点嘛 就是关羽能跑出来之后你合到视野 现在的这个几拿二杀根本站不出去 而且还有很致命的影响 就是上一波中路 在中右的那一次就是不弃他的苏烈 被动被打出来了 这是目前 现在几拿不侠能够战视野当中比较稳的一个点了 对其实苏烈到四级也是跟其他辅助一样到四级要做事情 他的第一个大招是可以去出一些节奏的 但是由于他的被动在前面一波三级的时候被打出来了 所以到四级的时候那波如果说没有做成事情的话 有可能自己还会被打掉 没被动嘛 掉的会非常快 是 所以接下来的北京微博呢 他们会在布局上继续去主打去主抢中线 然后去往下路去包 然后从后续的一个思路来看的话 这里云莹要保自己的一个蓝buff 所以红buff是要正常的去给到孙上香 孙上香推完了下路之后继续换上 尽快的去推阿拉伯莎的鞭塔 接下来两分钟北京微博的一个 布局吧已经都确定好了 是的 然后我们看到北京微博选择出来的这套阵容啊 其实在bp的时候也有聊到过 如果说是选加鲁的话 其实其他都是保镖孙上香也是一样的 这局他的保镖是非常多的 加拉伯莎想要在中级团战里面去解决掉 乔西的孙上香 难度非常大要看谁能够站出来了 好进入到比赛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一个局面 然后我们看到孙上香已经顺利的 把下路外塔推掉 那现在孙上香已经开始了游射的模式 星宇这局的顿山确实打得很主动啊 前面的几倍都已经出了节奏 转中的速度当时是非常快嘛 直接中路一个武林抱团 对 这把其实对于星宇来讲他也好和队友去配合 摇大招二技能推回到了顿山 连波三段大刀的伤害是逼掉了 穿墙走了 是 不过这一下并不影响顿山状态 一个雪包再加上一个被动 顿山基本上能把血量完全 基本能把血量回满的 现在子墨 继续来到正面 可是前面下已经 机制了很多 他们并没有去挤这一片的视野给到北京微博开他的机会 一个防守视野又看到了关羽的位置 不过刚才的这一轮交一个交锋吧 把顿山的闪现打掉了 短时间内北京微博不会主动去开团 而且关羽这波是被工作里打掉状态了 上路位置只有小叶一个人 巧心有短阳 来了 对他有所想法了 大招已经用过了 小叶二技能想要回血 一技能再调整了一下位置 还是被击杀 是 刚才这里通过一手进化 也是尝试去解释去解掉了一波塔伤嘛 也让北京微博他们在上半途能够找到机会 那这时候上路刚好有一波线要交汇 孙上香会选择清线再把塔推掉之后 然后再去选择来到中路去打压制 中路的消耗 让小松这边的连波已经被打成了残血 得要回家 那上路塔也没有人管 这个兵线可以顺着把上塔推掉 是 现在阿珠侠的生面线就是这个中一塔不能再被破掉了 如果中一塔再被破掉的话 那这里无心他的一个 转线的环境就没 约等于没有了 对的 而且紫墨的关羽会很开心 好绕啊 好绕的 这个中塔 一直在防守 中线在强 幸运这边闪现快赚好了 是 但考虑到自家的关羽还在下路去清线 所以这里也不着急去开 他把中药草卡住之后是保队友去拿龙的 嗯 北京卫博 正路位置继续暴如零 在等待机会 新宇的闪现快好了 已经 有想法了 是 现在就是等暖阳把buff全部拿到之后 要和队友去打一个正面的抱团 小叶卡到了左边的草丛 花卷的这张位稍微有一点危险 来了 一个大招 扎过去 扎到潮汐 潮汐这边钻上枪直接被秒杀掉 这里刘云白斩跟伤害 开刹这边不弃 一个大招敲到的是一个暖阳 侧面的紫墨扑过来 但是被照一个大招打出了断腿效果 打工程想赚 但连坡再补一个121 紫墨这里终究还是没有威胁到后排 福星的这个辉月是规避掉了两段伤害 一个将子牙大招 还有关羽的那一批全部都躲掉了 是 这里花卷它是没有闪现的 其实刚才这里 RW侠他们动手没有问题 他们是看到关羽倾泄露头的那一瞬间 果断的选择开团 是在团战之初是打出了一个人数差 然后在打团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预判到了关羽会从中左草那一片小 一个小草当中钻过来 所以提前的去让这里赵羽留一个打断 去限制了关羽他第一时间进场的一个位置 这波了 视野的话倒不落是也是很细致 给到一个小叶单独视角 是 确实左边草丛是 没有人看的北京微博在双C 还在往前压进 让小叶的赵羽抓住了机会 那这里经济上 虽说北京微博领先 但这波团打完之后 是回到了济南阿德匣的舒适圈 现在又开始让小叶他去单代补经济了 小叶这一局的经济6600 对比到暖羽云的话 差不多就300块的经济差 是 而且看一下这把小叶其实他在出装上 有意识的去往打团去靠拢 反甲之后他现在补一个日免感觉是 纯金苍穹了 对会有这个可能 加上他的被动龙鸣的话 确实很能扛 相当于30%以上的免伤效果 基本上这里北京微博 智隆的爆发就靠着孙上香的那一套 以及 江子牙大闪的那一击 伍西康视野了 紫墨在这个位置绕了过来 断掉了马腿 苏列在摇大 连波这里一二一 再做留人的准备 打招再往里砸 去到三段大招再次断掉了关于马腿 苏列二将能再推再等赵云的支援 小叶和无星从侧面赶了过来 是 新宇卡住了位置 火圈已经铺起来了 把北京微博所有人都挤到了地图的右侧 在下路这波拉扯 让上路 紫大波侠这个龙 把二塔的这个兵线要处理掉了 上路位置 看要不要去回防一下 这里上路还有一个主宰先锋 而这个时候 北京微博因为已经让出了自己的这片蓝区 龙只能放 看这条主宰北京微博 打的速度还不错 而且紫大波侠因为打野不在 也没有选择强行去挤 左边的视野 是 工作里找了机会 花园这边把花卷的闪线点了出来 而这个时候双方继续换资源 龙这里 紧拿阿渡侠是可以放 但是下路线是能够让小叶运出去的 这个节奏 其实对紧拿阿渡侠来看很舒服 这边二闪又是逼到了一个灰月 逼完灰月之后 这边降下再读大招连坡 再交一二一 第一时间全身而退 这里又是不起二技能也能走掉 这里顿山一个被动 赶紧选择专塔 侧面紫要包过来 看一下紫墨这里二技能踩到的是一个连坡又被断的马腿 再接了一个一二一断腿成功 小叶这一局他的大招可以选择先手或者是反手 我们看到前面一波他是先手击杀掉了乔谢村上枪 这一波又是把大招留着去处理掉了进场的紫墨关羽断掉马腿 这里北京微博他们的想一切的想法都是想把中塔守住的 奈何的是第一次 顿山二闪没有背到这首 对 新宇我们看前面这一波闪现想要背背 无星这边的辉月 规避掉了 而且这里看连坡加上 苏烈双柴火呀 就让整个北京微博的后排没有任何输出环境 两个输出被隔开之后 济南阿部侠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断你关羽的腿 是的这波也导致北京微博团战脱节 没有人能够去接关羽 是 所以现在济南阿部侠他们在保证中路压力的前提下 不断的通过带边线 这样就让暖羊现在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参与到正面团战里 因为就看阵容来讲的话 现在微博他就是 暖羊这里云英他单带会相对安全一些 虽然在我们的印象里关羽也是一个带线英雄吧 但这个版本 其实关羽他一般带线都会建立在你有纯净苍穹这类保命装备的前提下 才会这么做 试试看子墨的第三件装备冰甲做出来了 对这把有一个冰甲的话 其实带线就会安全很多了 而且团战里面进场只要让他找到c位 c位就会很危险了 这个关羽是致命的呀 尤其像冰甲这类装备也比较克制 还有一个风铃 解脑甲冲红区 是 找到是一个关羽但是风铃的时间已经过了 没有办法再冲到 这里是为了通过一个风铃文章去护上线把二塔推掉 对顺着冰线上路二塔可以拔掉了 北军我现在也在等待着机会 因为他们现在中路的外塔都还在嘛 是 他的闪现和功力也好的 现在对于 几拿阿德侠来讲 他们就是通过上线的一个优势吧 然后不断的去压中 这片蓝区其实是可以放的 然后下一波红 我觉得其实以目前 阿德侠的这种优势是可以去进一下的 嗯 就把下半图把下路的线带出来之后 下一个节奏点会是进红 但暖阳的云鹰破军已经做出来了 是云鹰的一个强势期 然后加上这里江子牙的闪现也好了 是的 这个时候如果开正面团的话 是有一个前置下雪线的英雄 下一波团感觉两边还是五五开的 就看关键的英雄能不能打出效果 比如说其他部下这边小叶的赵云 包括北京卫博 这边的话信羽的开团 以及紫墨的进场 确实 现在双方在打团之前 也要各自把自己的边线圈运出去 找到小宋的连坡连坡直接交闪 不想被打状态 他已经被冰痕之卧黏到了 所以刚才小宋也很危险 这个闪现招得很果断 但连坡没闪的话 对后排威胁确实 没有很大 打到苏丽的身上 是来看一下这里公孙黎开始进场打输出 连坡这里交自己一个三段大招 顶到了两个 紫墨提前 去好自己的冲锋值 看到紫墨正面露头 所以这位花云可以凶起来 刚才一个暴击效果 把暖阳的云莹点掉 小叶一直全程盯着紫墨的关羽 让关羽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场 是这里关羽他是一个正面 所以公孙黎就反而不太怕了 他是可以去点一点伤害的 对只要关羽没有办法给到他们 后排的威胁 花云就能打得非常凶 打得很主动 确实 包括花云这一局的话 他的不祥也做出来了 他是有攻有防的 最后一剑要补竹日了 这里有竹日之功 他在射程上也是比较好压制孙上香的 因为像孙上香他作为一个位移射手 其实他对于竹日的一个依赖度不是很高 刚才这就是二技能背到了无心的这手 周瑜 回越规避然后再闪现拉开的距离 同时 新语被迈在里面 没办法 因为小叶也做出了破军 而在临侧关羽的位置又被找到 大招没有扎中 黏住了 刚才是用一个灵犀逞击 第一时间断掉关羽的马腿 那这一轮技能消耗 紫末的急跑大招 全部打掉 江子牙的身上同时侨新的位置被发现了而且脱节了 是这里 突然之间 北京微博出现了连续掉节奏的情况 突然之间连续掉点 这 这也能说是紫末霞其实他们打得非常主动抓住了这样的机会 像刚刚小宋看到江子牙可能是想要亲这个兵线直接就往里冲去压位置 是 很果断 而且这一轮可以这一次是三连掉吧 紫末霞已经是把北京微博的中一给推过去 侧面小叶又是蹲在了一个草丛要蹲到暖羊了打招扎起来 扎起来这边暖羊交出自己的大招 侧面苏莱二将能再一推 导致这类的暖羊根本走不掉 周路的二塔 加部下顺势推掉下路也有兵线 下路线马上就来到了高地塔 而这里顿山一行动的举顿在cd 所以这里手塔的难度非常大 对而且江子牙刚把大招放到中路 下路高地只能放掉 紫末这局他想去绕后太难了 小叶的赵云这局把关羽 紫末关羽盯得非常好是 就感觉阿德加他们的阵容分工非常明确 就无论是苏烈还是联波两个人负责就是 互相之间打拆火去卡一下你孙上香还有江甲的输出环境 然后赵云在自身有打断的情况下 他也不拘泥于我一定要去切后排 就把关羽这个绕后点给看住 对 而且这个时间阶段看到北京卫博他们在看视野方面也很伤 只要进草的话草里总是会 蹲着一个人很吓人啊 无论是蹲连坡蹲苏烈蹲赵云他们 都很难受 其实这就是双战士阵容最大的问题了 就你两个战士都需要除除除骨伤害的 你的坦度是扛不住 而顿山这里你只要去探视野 你被任何的控制留下就是一个死 紫末 继续在藏视野 但是我们看到小叶的赵云他在干啥 找人 是 再找 小叶这里只要 这也没有 在哪呢 左半边好像都没有 那就是在右半边 那不管了先把中线抢了 这个排除法做得非常的准确 完美的排除了所有的错误答案 现在 江洛侠开了一个风铃 继续往前压 顺着这个强化龙 是联坡三段大招 提前把位置卡住 而紫末这里想绕 逐敬之宫开启 苏猎这里提前在摇 大招就是为了防观雨进场 但我们看到 对 双方边路进行了一换一 看一下捷 sports 是预测月光老王看好剪刀侠 而殷凯潇洒看好是北京微博 月光说花云这把肯定来脾气了 是 因为这把阵容已经有两个非常完美的开团点了 所以花云他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怒气 倾注到北京微博他们英雄的身上 怒气之点板 是 狂暴公司力也很常规嘛 对 狂暴公司力就是得狂暴起来嘛 是 那看一下北京微博 我们看到子墨的关羽这局的进场确实很难受啊 虽然刚刚是进行了一换一 但是我们看到他一进场 对面把这个技能都留给他 尤其是赵云的这个大 是 赵云存大招 然后这里苏烈提前在自家后排去摇大 对 随时做好了来盯关羽的准备 所以现在北京微博他最关键的绕后一环 没有之后就很危险 南区啊 背技能阿布甲反掉 是 而这里小叶他现在逞击是在CD的状态 其实从目前来看 北京微博是可以在这条暴军上进行争夺的 看一下北京微博的想法 还是要等怎么个关羽看能不能绕 但下落位置这个线已经看到了关羽 是 关羽现在已经是一张名牌了 所以阿拉伯侠 只要把龙稍微往左拉一点点 就能完美空下 对 这条暴军 应该是由济南阿拉伯侠拿下的 再去挤一下视野 把这个视野之灵踩掉 下一波团战 济南阿拉伯侠的容错率太高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射手的对位经济 花云手里是捏了15k 手握15k 所以他接下来是可以进行一个 可以换装的 他逐日应完之后可以换掉一个复活 如果能再给他将近500多块钱的话 他一个名刀也是能够换出来的 马上要到20分钟的风暴龙王了 是 双方的召唤师技能全好 星宇这边的奔狼还差cd 奔狼现在来看 要等到20分30秒左右吧 这里星宇才好 所以这里阿拉伯侠会有一个选择 他们现在已经有手握三线优势 可以在星宇奔狼之前提前把这个龙弱掉 小叶先动了这奥龙 但是应该是想把对面吸引过来 看到苏莉已经提前站好了一个绕后卫 是 这里有一个前置条件 就是花云他要拿红 所以导致这里阿拉伯侠在第一时间不会去动 花云在下路已经露视野了 那这波下路视野了 北京微博可以主动把视野站出来 是 算了 因为微博这里刚想站视野 发现赵云又找到了关羽的位置 而且下线被公孙莉已经提前带过去了 如果说在正面继续拉扯的话 下线会很劣势 继续做一条下路的优势线 赵云同时也在打龙 而这个时候北京微博 因为在红区有视野之灵 所以他们可以直接开奔狼去冲 奔狼想要穿了 刚好贝罗也拍起来了 火甲被打得出来 队友想要过来接 小叶还是没能撑住 看不起这里大招地身被断掉了 无形这里火圈还在慢慢扑 看一下花云 狂暴顶起来 还在点 还差一下印记 你扛住了 四千的血量 最后龙龙龟 归到自冒关羽身上 而这时候花卷 大招还在摇 无形这里再次交出自己的一个火圈 复活甲被打掉 现在只剩下无形一个人 还是被关羽个大刀给劈掉 那这样一段的话 上路现在还有线 而暖阳这时候 不惜菜在家 先把这一手塔推掉 在没有防御它 减速机制的情况之下 19秒钟的复活时间 足够北京微博 可以把上路的线推出去 对 不少一步来不来起 几家因为小叶马上就要复活了 是 现在来看有一点点难度了 有一点难 但是只有小叶一个人的话 北京微博看要不要尝试一下 两个残血算了 我觉得这波线推过来 推额高地已经赚了 对 英文为主 然后加上龙王是在北京微博的身上 是的 这波团战 真的这个龙王做工了 本来小叶是想勾引对面过来的 结果龙王说你别走了 啪 拍起来 是 拍起来之后 再接顿山的一个二闪 但是这里最致命的是不弃 他的大招被顿山大招的墙给打断了 我们看这个龙王马上又要升起了 再一拍 捧拳提起力 是 然后关羽切进去 大风车一转伤害 全部转到了花云公孙黎的身上 对 子墨说终于没有人来盯我了 这个赵云终于在团战里面先阵亡了 龙助我也 子墨刚刚这波团战 真是打得很漂亮了 但是也看得出来 简术侠刚刚这波的决策 其实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我感觉是运气上面 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确实啊 一个鸡飞刚好给顿山找到了一个能够开团的角度 那这样来到了北京微博的反复阶段 是 而且看一下北京微博目前的关键技能 盾山 奔狼文章和闪现都好了 算上香也有进化 反正召唤式技能还有主动装备都是好的 现在就害怕一种情况出现 就是你小叶在带线的时候被微博给看到 然后奔狼文章直接冲你正面 这是现在有可能会让阿俊霞猝死的可能来了 小叶这个位置不再正面选择的开团 侧面这里连坡交三的大招想给一个拆火 但是侧面子墨就转了进来 二线的交踩进去 小宋还是倒下 又交一个大闪不残了花云 而这里中路还有风暴先锋 这里顿山把位置卡掉 赵云大招再次断掉马腿 交一个兵甲想强推回这手赵云 赵云被推回了 再转货架被打出来 那这样的话赵云的位置明显要被首饰 一发973暴击 人头交到了乔西孙上香身上 中上有兵线 看一下北京微博 现在孙上香身上换出了一个复活甲 想要反一波 命门已经出现了 闪线再过强三段已经能拍起来 接着就能回推 推到了孙上香 复活甲站起来 这里炮春鸣还在 这里不计做好了防守准备 但上路还有一波超级兵要在 名刀出发再A一下 无法扛住 这里关于倒下 但是线来了 这里应该是要做好强点水晶的准备 不过这里线已经提前被清掉了 周瑜这个火扑出去了 是 刚才这下一技能的东风浩荡 非常关键的帮助济南阿德侠 完成了高地防守 这个时候看着真的是心脏一紧 刚刚简佛侠那个位置真的是很极限了 选择了主动出击 先行秒杀掉 要秒杀就瞧起了孙上香 确实孙上香那个位置不真好 复活站起来 我只能说北京微博他们堆积拿阿德侠在中后期的运营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就是抓你小叶在带线的时间段里 我在正面去抢起节奏 看一下北京微博暂时是没有完全的视野 知道你在开龙 紫墨刚刚复活 从家里出来 其他部侠想趁机 Rush前要风暴龙王 暖阳有点仰巧 江紫墨这里还在独大招把位置给他卡住 连口这里赛交121 但是没有办法暖阳还是站了起来 5000血量小叶把龙王空下 正面战场上有龙王队的加持 这里花园还是敢输出的 没办法 先把后排的小叶赵云收掉 是 刚才这里北京微博为了搅乱阿德侠他们的打能阵型 江紫墨的大招就是往龙王去开的 然后再加上刚才紫墨也尽力的去拆散了阿德侠的正面团战 感觉小叶其实那个位置是一直盯着风暴龙的血线的 然后他的队友其他人都是在赶暖阳的云莹 把他赶走不让他抢 而且这把暖阳他的一个出装也很精髓 就是他在比赛后期的时候 他在中期的时候他顶的是一个泳夜守护 所以他在被集火的时候通过泳夜的一个被动 刚好把血量抬回了一点点 对 极箭回血加上这个英雄的特性 确实他在团战里面拉扯能力很强 大招的免伤效果加一技能刷盾 就让一个明显是输出的云莹也觉得 我能扛一套爆发的 嗯 好消息对济南二侠来讲 他们有龙王buff 至少三路线是能够推出去的 现在又是同一起跑线 北京卫博这边幸宇有奔狼没有闪现 想起位置 选择往后撤一步 北京卫博这里不敢开 因为他们刚才是没有找到小叶的一个位置 现在在小叶漏了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可以在正面去打一些消耗的 对 关羽把上线也带了过去 同时吉他卫博也带了自己的下线 看了一个奔狼想要上去抓关羽 但关羽选择了原地回城 看时间敢不敢得及 现在这里火拳打断了 溜住了 这里回城一旦被打断 现在关羽他想绕回来难度非常大 因为另一侧小叶已经在包抄了 看这个大招 打招天降之龙 第一时间打掉马腿 所以子墨迫不得已交掉自己的急跑 还是能够成功全身而退的 但是这一波打完 子墨的一个双招已经全部都交过了 是 这里他子墨下一波急跑的时间 是在下一条龙王刷新之后的20秒钟 也就意味着这个时候 只要阿德侠能够在下路 带出远边线 龙王团阿德侠是可以去 和微博主动去逼团的 嗯 中路位置 这条龙北京微博是想卡在塔外 把这条龙清掉 可以成功清掉了 是 现在阿德侠要趁着 子墨 他的急跑冷却之前 一定要把远边线带出去 要等下一条风暴龙王了 第三条风暴龙王 这一局是北京卫国拿到第一条 前面下拿到第二条 哎 来了北京卫国小冲 因为看到这里 龙孙力在找关羽 所以他们想正面去拆散 阵型一个大闪拍 两个逼掉 孙上香一个进化 孙上香起站起来 找到关羽 单杀掉了 去另一侧联波大招开三个 再接一个121 华阳这边再拉伞 利用隔墙的环境 继续平A点输出 一个换伞 躲掉暖羊的一个回风枪 这里周围火车再往前扑 火圈伤害一旦压藏了 乔西的血线 乔西也没有站住 下路超级兵还在 而这时候赵云也赶了过来 大招再次灭入暖羊的身上 暖羊也没有扛处 下路现在 还有一个超级兵 现在只靠花卷 一个人靠一阵的主烧 也很难 下路还是先要过来 赵云大招 第一时间打出 江大复活甲 这时候明刀私命触发 花卷降手也很困难 这个时候 联波2将再把兵线 聚到一起 继续点水晶 让我们勾起 技能2W下 三笔的必分 拿下了自己 在A组 第三阶段的大场首射 是的 三笔战胜了北京微博 拿到自己 第三阶段首分 同时北京微博 也是非常可惜 在上一局 觉醒之后 没能继续持续追击 是的 就像岳光老师在 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评价当中 也是提及到的 这一场比赛 花云打得非常的有脾气 对 花云这局的公司 在最后一波团战 他是单枪平马 一个人去找到 子墨的关羽 公司你把关羽 给直接单杀掉 然后再进入到 正面战场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正面孙上枪的位置 已经非常差了 而且是受到 对方的一波起火 复活甲 站起来之后 还是手势 是的 我看到了苏烈 还有连波不断地去用控制 限制孙上枪的环境 真是全副后继 再次恭喜济南俠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好 欢迎回来 其实在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 发现最后一局 打得非常的胶着 对 北京微博其实有很多次 都有机会 甚至第一条风暴龙王 还帮了他们 拍起来了赵云 说实话 他拿这个阵容 能拖这么久 很不容易了 因为毕竟是一个 没有前排的阵容 蹲上这个点 很容易被限制 像是赵云 或者是无星的这首咒鱼 让他生存环境很差 首先从BP上来讲 就是RW霞当他选出 龚存林之后 北京微博的选择 是直接在红色方锁了一个顿山 加上一个关羽 那你对抗路跟游走位 其实确实是一个无前排阵容 对 这个阵容定基调之后 RW霞主要是在最后两楼谱的英雄 一个连波一个苏裂 他让顿山很难开 顿山这个英雄 跟关羽这个英雄 都是绕后直接要打C位的 但是花云是一个灵活者先不说的情况下 对面的赵云也比较灵活 你可能比较好开的 在正面的是周瑜 但周瑜这里做出会议之后 他的保命能力又增强了 对 就是对于北京微博的阵容来讲 这套阵容你只要顿山跟关羽 盯不到对面的C位 你正面团战很难打 即便是苏畅香 他处理这个神装双前排 也很难 也很难 这两边的射手输入环境完全不一样 公分离是自己 自由的 随便去找输入环境 但专业枪是被压缩的 可能只能说是 队友控的好 他才有输入环境 你说得让顿山在 这两个大前排面前 找到一个没有霸体的机会 抱到两个人 虽然这一枪打满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其实是 而且北京微博最有机会翻盘的 就是在压对面高的时候 但乔西被苏略闪现开了 是 短军MVP给到了花云的公孙黎 花云这把确实打出了脾气 非常的暴躁 带了一个狂暴之后 好了军 好了军 这最关键的就是下落那一波 终结掉比赛 他抓住了一个细节 关羽在之前被 所有人抓了一波 对 就是抓了完之后 你的急跑啊 你的冰箱冲击啊 全都没了 全都进入到cd了 他在此 你没cd的时候又去 找了一波关羽 把关羽给单杀了 当时我们还算 小岛老师说这个 下一波龙团之前得给他20秒 他才能把自己的技能赚好 结果呢 花云是 在这个龙团开始之前找了一波机会 这就是前面交过技能之后 留下了伏笔因为确实很容易被击住这些cd 很关键的 他们觉得可能有威胁的关于这个点 就这里 而且还卡了他要清这个兵 花云你看 果断出手 这个我觉得是最后能把这个团战打赢的一个关键点 对这一路上跑过来的伤害其实就已经给他点满了 如果说 再给他多一点点血或者说没有出几个暴击 可能他就跑掉了 然后你看左边呢 虽然像这里被苏联和联波就打成这样了 就打成了一点点血 虽然像还没有开始输出 包括他复合甲站起来之后就刚交一个翻滚 又倒了 就所有的前排啊 包括赵云这个点啊 就很肉 一直在盯着他 因为别人的前排是双前排 而且苏联有两条命 联波全身霸底 你拦不住对面往前顶 你们家的前排是一个开对面C位的点 所以没有人能够把你这个身位拉得很开 所以虽然像没有输出环境 对 而且再加上刚才上来的第一个镜头给的就是中高 他们有机会翻盘的那一波 但是没打出来 就是像这个点还是被苏联给闪现开到了 是 所以最后一把这个比赛对北京微博来讲呢 打的还是过于坎坷了 没有那么多奇迹了 没有让二追三 没有完成这样的人物 虽然中间有一个五叉很提气 但是这股气没有延续到最后 RW霞可以理解为爆冷成功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RW霞后面的积分形式 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目前在此前我们对于A组局的预测 会觉得微博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 如果能够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拿下 我们心目当中的可能排名比较靠前的队伍 对后面打其他的队伍来说 可能都找到了获胜的方法 但是最近我也看到了微博比赛有一个通病 他们很慢热 对 也不知道是因为下午的第一场比赛 还是因为一些别的原因 手感没有上来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受到卡卫赛失利的影响 因为那场比赛我印象很深 在打卡卫赛之前 我忘了是谁采访 采访的是乔西 乔西说我们有九成的把握去打赢卡卫赛 结果却被4比1了 就是那一成的落差太大了 落差太大之后立马看到了反应到比赛当中的直接结果 就是打老干爹的时候前两把状态极其的不好 是今天的比赛也是这样的前两局的那个状态确实是陌生的 我们很难见到他们经常出现这样的错误 因为微博他是从B组连胜上来 然后到了A组 A组又是4连胜 然后输给了佛儿 今天唯一输了一只吗 对 他信心是很满 虽然受挫了之后 他是需要一个调整的时间 主要是北京微博 他现在状态一个不稳定的点 感觉如果说再延续下去的话 其实还蛮危险的 因为即便是真的进入到了气候赛 可能这个状态打不游戏也不太适合他们 对你看在前面的比赛当中 昨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过了 来到这个第三轮状态变好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信号 你在说佛儿人机可以吗 对 这是佛儿人机可以吗 是个非常好的信号 因为接下来面对的是机会赛 但是对北京微博来说 现在是反方向的 你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还有今天的RW霞 对 对吧 RW霞其实也是在第三阶段 今天已经做的足够出色了 把前面很多问题也改掉了 虽然说不够完美吧 但我觉得起码看到了他们变好的信号 对 至少跟之前他们的比赛对比起来 在中期 呃 经常出现的调点问题少了很多了 而且选手的个人失误真的是减少了 如果 就事论事的话 我是觉得今天啊 邢天教练 他在BP方面的话 他给选手拿的阵容的难度 是相对较低的 拿的全都是容错率比较高 第一把的江飞加吕布 包括最后一把的苏力加上连波 然后包括第二把 第二把是输了嘛 虽然输了 但是他们拿的是什么蔡文基这样蒙田 那第三把 对第三把 第三把 然后第二把就是李文芳那把 就他们拿到前中期尝试的阵容 确实会打得很凶 不像之前啊 拿了之后 可能前期凶一下中期又掉点 但今天看到的就是 前期拿到优势中期滚雪球 没有失误 一路退平 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于北京美国的压力 还真的是挺大的 因为后续的比赛 我们知道A组是面临淘汰的可能性 会比较的残酷 而RW霞呢 为自己能够躋身季后赛这件事情 就添穿加瓦了 后面如果他能够再抢到一分 很有可能 对吧 前面的一些队伍 我们的预测 全部都会被打破 就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来算的话 A组可能是三分吧 三分你应该在一个前四 相对安全 五分是确定晋级 但是三分相对安全 是 现在对于很多队伍来讲呢 也是要看不同队伍的一个积分 在考虑自己在组内的一个情况 对吧 因为这个分就这么多 拿到了你后面就要比的话 就要看一些小分 就要看胜负关系 这个其实就是你 前面你很难把握的事情 所以就尽可能把每一场比赛 就是争取拿下 如果说要赢的话 肯定是要大比分赢 但是如果说输的话 尽量小比分去输掉 多留点精神分 那这么说的话 对于微博来讲 他的第一场是一个三比二 是赢的 他们赢了之后 赢的是三比二就有点亏了 你的小分只有一个几分 今天输的话 一下子自己的精神分就变成负一了 对 这就非常亏 对啊他们侠来讲的话 他们第一场虽然输了 但是是一个二比三输的 然后今天赢了 他们的小分就变成一分了 你看看 现在地位直接交换 这就很关键 尤其是在第三轮的常规赛 对于A组的队伍来说 后两名要直接淘汰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们压力应该很大的 是 那我们今天也是连线到了 北京微博的主要链 花楼老师 我们一起来连线 谢谢 you 所以咱们一起来